интересно 师傅。诶,主持人。你好 各位不发大早安 很高兴了 这个月又回来 分享也关于这本书 我赚了30年的下半场 可能已经隔一个月了 可能有些人已经不是很记得了 我稍微简单再回顾一下 这部书是为我们李峰医师 李峰医师的所写的 然后他就介绍了 关于他在 下一眼 他在去加拿大进修的时候 那时就有发现 还有淋巴癌 然后就从他发病诊断 然后面对了一些众伴亲离 很多那个 不管是他的老板 男朋友 家人等等 对他都比较不太谅解 而且都有一点放弃了这种心态 那后来 他在辗转的接受一些放射治疗 甚至有尝试当白老鼠 做一点化学治疗 过后好像觉得好像效果不太好 中方越糟 他又选择了他自己的方法去处理 然后后来当然他就有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而且还活很久 现在应该不止30年了 应该超过45年有了 上次就大概是讲到这样了 下半部就有介绍 怪异一些 他发病后 到他自己如何去面对 做什么因应等等 会做一些介绍 首先提到他在1979年冬天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他已经有跟另外叫庆荣 李庆荣先生有结婚 就是他先生 他先生是一位记者 那个年代大概是1979 还蛮久的 那个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 是孙玉璇 可能老一辈才知道 年轻人应该都不认识 然后他有发表一些谈话 他说什么什么和平 针对和平统一的那种语言 发言 然后这个他是记者 但就会写一些文章 就针对当时这个宣论长这些言论 写一篇文章 他题目是什么 叫什么热烈拥护 孙玉璇和平统一的说话 就这样而已 这篇文章 结果他写出来过后呢 就被抓了 他有一天 他先生就时间到 去楼下倒垃圾而已 就一去倒垃圾 就被人家围了 围了 然后就被被逮 回来只是来拿个鞋子 回来拿个鞋子穿一穿 就被抓上车 运走 抓着走 然后接着呢 就一大堆人冲进他们家 强行的把他们家门这样推开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的东西给收刮掉 不管他们家里面的那个 他先生的所有的东西 都去收刮 然后拿去讲是这种事 寻找罪证 然后结果呢 结果就被告了 他被告 我是以前过去的报纸 就是简报 你认为他这种言论 认为已达到魏匪宣传的程度 所以就罪名成立 还被判入狱 入狱了五年 那个就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然后随便讲错句话 人家就会被扣个帽子 很奇怪 他当时那个 李峰医师自己就说 他先生又没有讲什么特殊的话 他只是把孙院长 那孙院长的话在复苏而已 但是他们那边的说法 说实是说 孙院长讲这种话是没问题 但是你们在讲这种话 你们就是有问题 很奇怪了 那种不懂什么逻辑 总之他要抓你 这有一百个理由 总之他就是被判了 所以他先生被抓去关了以后 那段时间呢 就剩下他一个人生活了 就回到一个人独处 所以当时他就要学习着 学习着自己怎么去生活 什么生活 当然 他过去就就是 偶尔都写写文章 到处会做点演讲 这样子的 他自己本身有很深的体悟 就是说 如果他觉得 他要去爱别人的话 首先 必须要能学会先爱自己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自己都无法去爱的话 你怎么去爱别人呢 就这个道理 所以 自从他一个人生活以后 他就尝试对自己好一点 平时 一些不太敢尝试 或是不曾做过事情 可能自己都亲自要来做 做一做了 第一件事 比如说是煮饭 平时在家里面可能两个人 可能出去吃 或先生帮忙煮一下 现在他就一个人在家了 就可能要自己亲自下厨 他就打进决心说 要好好爱自己 他就把家里面的厨房等等 都打扫干净 然后再买一些 平时没买的这些厨具进来 买些菜 柴米油盐 看起自己做喷条 当然煮一煮 好吃不好吃就再说了 反正 就是 他就会享受 尝试去享受那个过程 反正都是自己煮自己吃 太咸太淡什么的 你自己就心知肚明 吃了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会去尝试去享受 他这个自己去烹饪的这个过程 但他当中也有些体悟啦 就觉得说 柴米油盐 那种咸谈 调味这种过程 就像是 就像是你在调整自己的情绪一样 每天煮饭 就是在那边加盐加糖 加醋等等的 实际上就像是每天出去 要去面对他人之前 你要在家里面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一样 就先做点调整 再出门 当然有这些体悟啦 当然有尝试去上餐厅吃饭 但以前跟先生在一起的话 去外面如果是餐厅 有时候就会比较自在嘛 可是现在还剩下一个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话 你会去餐厅吃饭吗 是不是就没聊呢 一个人要吃饭的怪怪怪 所以他后来就尝试说 就体会体验一下 如果他一个人去吃饭的感觉如何 但他有分享一些 他去自己一个人上管制的经验 那天就讲他去那边 服侍人就问他 说几个人呢 他就说几人 就一个 一个他带位 说你坐那边 他当然是安排去哪里呢 再安排去那个最角落 就是没人的 最小张的桌子 反正你们一个人嘛 但当时他进去看看 进到餐厅那时没什么人 他觉得那张桌子 椅子还面对墙壁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觉得 一厂房 还像面壁石锅一样 他朝着墙壁这样子 怪怪的 他觉得他隔壁那一桌 他有个窗 觉得那个风景比较不错 我希望可不可以坐那边 那服务生就回他说 那个是留给三四个人的时候 在坐的 你一个人就坐那边 他就不好意思 摸摸鼻子 就去面壁了 就去面壁吃点餐饭 他觉得 一个人来吃餐馆吃饭 感觉很差劲 后来他在离开的时候 因为他吃完餐饭离开的时候 回头一看 其实那几张桌子也都没人坐 他从吃完到离开 都是空的 所以他就心里想说 我下次再来吃 我一定要坐那一桌 就鼓起勇气了 下次他再来那个餐馆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 那服务生就说 你去那边 便壁 然后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坐那边 我会坐那边 但夫人一样回答 那边是三四个人的 三四个人才坐那边的 他就说 不如我先坐一坐 如果待会客人比较多的 有人要坐的时候 我再挪位置 如果很多没人 我就先坐那边 那夫人OK 就让他先坐那边 所以他尝试慢慢的比较勇敢 他觉得他会就勇敢说不 他学会勇敢说不 勇敢会去拒绝人家 但以前他都是乖学生 乖乖的 人家也叫你做什么 做什么 很少有很多自己的意见 他当自己学习独处了以后 但他也要学习着 要去适当的去表达 他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他慢慢就觉得 有在成长了 但下一个就是看电影 他从来没有试过 只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 而且他一个人独处了 所以他说 你没有机会 我去看个电影看看 大家感受一下 一个人看电影的感觉如何 其实他当时他就去电影院买票 但还没进场之前 就觉得怪怪的 全部在场的都是有伴的 只有他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的 但是我进到电影以后 其实倒是很自在 进到场景没有灯一关 全部都黑了 谁都不知道谁是谁 那是真正是一个人放空的时候 而且他就有一个很大好处 就一个人看电影 你要笑就笑 要哭就哭 你就没人管你 反正视作为人都没人认识 就很自在 反而他就很享受 很享受 一个人看电影的感觉 他的这种情绪等等的 都很自由的宣泄 反正对他来讲 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久而久之 他觉得说 以后他都不想要跟别人一起看 看电影有几个人看就好了 一个人看就好了 所以这也不错了 学习到独处 后来还有就是购物 买东西 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什么去买衣服 以前去哪里买衣服 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朋友 有些闺蜜朋友 在一起跟着的话 有时看这些衣服 看起来啊 其实他心里面很喜欢 这不错 但是旁边的朋友说 你这个不搭啦 这个不合啦 这样逛逛 其实他就不好意思 就放回去了 不敢买 然后回去以后觉得 很欧 其实他内心还是很喜欢 那件衣服 但就是因为 别人都这样讲了吗 都买不下去 但有时候呢 就说明明这件衣服 看起来觉得 我觉得搜索好像不是讲很满意 但是旁边的朋友都在起哄 说这个很好看 很合你啦 什么什么 那朋友都这样讲了 他就买下去了 然后就回到家里面 穿着穿着一次 觉得还是很不合 只有就放在那边 再也没穿过了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买什么东西 好像都不是听自己的意见 他内心的意见 都是听他那个同伴的意见 或者是根本是销售员的意见 都是那种 后来他学着说 他常识就自己 自己一个去逛 你想买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就买什么 就比较可以表达自我 也可以学习 常识去说不 说不 事实要去拒绝他人 他待会有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上课 开会什么的 有些邀约 谁谁谁邀请他去上课 帮忙什么什么事情 他有些觉得 时间就是排不出来 有些就是不合适 有些根本就是他不想去上的 以前他都会 都大好人 全部都给他答应下来 把自己弄个半死 就是时间很挤 抽不出来 现在他就不会了 他又因应他自己实际的状况来判断说 他要还是不要 如果他真的不想上 他不要的 他就是当面会拒绝 就是拒绝 你学会去拒绝人家 当然还有就是 运动 虽然他那个先生被关掉了 他一个人也要学着尝试自己要去运动 维持健康 因为他也担任他先生说 他被关进去的那五年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他自己的 他应该会 他担任说 我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当然他会学着尝试去做一些运动 当然了 你知道他已经得过癌症 做一些化疗电疗体力也很差 所以能做运动很有限 最轻松的就是走路了 所以就 那是说 就常常去多走点路 甚至呢 他自己走走 觉得有心得了 还有遇到很多病友 也会跟他分享 他遇到一个病友 他也是有癌症来做电疗的 常常每天 他在台北 他坐计程车 来到医院 电疗人再回去 但是体力呢 一直都很虚弱 所以他还有见他说 你要不要呢 就是下次做电疗的时候呢 反正他住台北嘛 就走路过来医院 走路肝炎店 电完呢 你再坐计程车回去 后来那患者 一有听他的话 就尝试说 真的是走路过来的 结果电完呢 甚至那患者还走路回家 走路回家 这样 多几次了以后 反正看到他说 精神有越来越好 虽然人就是这样嘛 你越不动 你就越没体力 虽然运动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很累啊 什么的 实际上运动后 反正你后面会更有体力的 86鼓励 那个病患 就多运动了 当然他有尝试做其他东西的 比如说瑜伽好了 他一直想要尝试去做瑜伽 但是瑜伽 有些动作是比较高难度 一些弯腰啊 抬腿啊 什么的 对他而言 这个很辛苦了 连腰都弯不下去 他怎么去做呢 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想法 想要去尝试的时候 他的室友啊 他很多同学啊 都跳出来反对他 但是有个复健科的同事 这样说 啊那个黎凤 你要死哦 你敢做这个复健 你敢做瑜伽 做做 你大概都断了 你就躺着回来了 你就完了 但是他还是很希望 可以参与 虽然尝试有报名过一些课程 但是那些课呢 他事先上课前 就先跟瑜伽老师说 啊我这个动作 我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标准了 没有这么弯了 也没有这么灵灵了 可以可以做的比较 比较温和一点点的 但是呢 做完下来 他还觉得很痛苦 还是很痛苦 因为毕竟老师 是无法体会你学生的体力 到哪里的 有时就勉强不来了 还是很痛苦 所以他有去 去查书啊 在学习啊 看看 到底 他运动当中 为什么会反反复复的造成 这个所谓的一些运动的伤害 瑜伽本来就是为了健康嘛 是一种运动 但是什么越做越痛苦 造成伤害 做之前还会走 做完就是趴就不会动了 更长 但运动伤害呢 他发现就是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热身不足 他在真实做瑜伽之前 没有完整好好的热身 所以冒然的这样开始一做 可能就太过激烈了 不太行 第二个呢 就是要觉得动作都太快了 太快了 但他有举例 他说很多动作 一个弯腰下去一个动作呢 可能老师 花不到十秒钟 可能七八秒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呢 他只要把动作放慢 同样的动作 他做个二十秒 慢慢来慢慢来就好了 有些瑜伽教师他们在带的时候 他一个循环 做完 可能就是三十秒 可是呢 他一个循环做完呢 可能就超过一分钟了 总是都比人家慢一倍或以上 你不管家嘛 反正人家一组的话 可能做个两个循环 你就不一定要要求说 一定要跟上人家进度 你就以你自己的速度来去完成它 所以他不会很勉强自己说 一定要跟人家做的一模一样 不会了 这样的话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 他也不觉得有特别的很痛苦 而且得到他的好处 甚至呢 他休息时间呢 也跟人家长得不太一样 而有些他们就是做完 做完这个运动 做完一个动作后 可能休息个几秒 他就开始又再下一个动作了 而离时就发现说 他不一定要跟人家一样 这体能就是不一样嘛 他恢复的也比较慢 所以他同样一个动作做的比较慢以外呢 中间休息时间就很长 他甚至躺那边休息等等 等到真是很舒服的 然后再开始再下一个动作 也不用一直勉强自己 一定要跟上 那个瑜伽老师的节奏 那根本就不一样 当然他这种做法呢 还不错啦 还不错啦 他也可以完整 完整些很基本的一些 瑜伽这些动作 能做 动态激烈 至少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 而当中呢 他慢慢学习到 如何去放松 因为他发现说 其实只要他放得越松 他瑜伽其实会做得越好 你做得不够好 是因为你还没学会好好的放松 所以放松为前提 他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放松 甚至呢 他在一边 在他们台大院的 有教个瑜伽社 在那边就 练了几年以后 甚至他还成为了社长 成为社长 我觉得也蛮厉害的 这样也可以成为社长 然后他也有训练一些瑜伽老师 去带学员的时候 也要让我们大家都学习着放松 就是全身 每个部位慢慢放松 有些瑜伽是坐到一半 在当中可以睡着了 就是很舒服 都很舒服 很放松 很relax 还可以坐到一半可以睡着的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当然他自我学习成长当中呢 还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要学习笑 笑 因为他发现呢 但是这个在多笑的时候 笑过程 是可以帮忙我们全身的 这个全身的这个细胞 都一起放松的 因为在你笑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 不管是不止你心情放松而已 你身体上每个器官 甚至到每个细胞 他都会感受到你的快乐 都会跟着放松 所以他是算是放松的一个技巧 当开始的时候 不见得就傻傻的笑 傻傻的笑 但不管怎样嘛 不要把你的脸 就算没什么好笑的 也维持一个微笑 你没有一定间的要笑出来 怎么样子的 但久而久之 你的心情会随着你的笑容 好像真的会笑起来一样 所以平时 只要没有板这个苦夸的脸 你尝试把这个微笑的这种知识 久了以后 自然你就会笑了 那也不错 那也不错 这是他有建议一种放松的方式 另一个放松呢 就是学习比较难一点点的 学习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他以前呢 就是直信子 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情 都会把刀相助 看这个不顺眼的 马上就会长出来 他马上飙了 有的没的 那现在呢 他就比较不会了 他就说 这个 所有这种生气 你生气那一刹那时候 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呢 他也换一个名词来讲 所谓的生气 就是在别人犯错的时候 你却惩罚自己 就是明明做错事情可能是人家 但是你就用生气来惩罚自己的身体 那何苦呢 所以就尽量就学习 把这个气给放下来 所以他这两招 他就是多笑 少生气 可以更进一步的 让他可以学习到放松 也让他 这个在做瑜伽跟运动方面 得到更大的好处 没有更多进一步的伤害 也不要让他神经如此的紧绷 所以就不只他身体 连心理上面也变得越来越健康 这样他就直到他先生 五年后就出狱的时候 所以看到一个比他入狱前 更健康的一个礼蜂 不管是从身体或心理的层面 都会更健康 接下来这部分 是提到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部分 就是一些细胞的世界 因为李峰医师 他本身是病理医师 病理科的医师 这是一个细胞的卡通图 我相信可能 不懂在这儿 看不看得懂 可能一些过去一些生物学 都会介绍一个细胞 它里面的结构 这是一个它的卡通图 中间这有些细胞核 有核仁 上面会有成细胞膜 这样子的 里面会有些各种各样的细胞器 但我们就不去细讲这种东西 而李峰医师本身 他是一位病理的医师 病理医师 我们也叫病理科的医师 大家有听过这个名词吗 知道什么是病理科吗 知道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医师 都是大家听到是内外富而及 就是这种大科 这种临床科 实际上这个病理科医师 在做什么事情的 一般民众大概都有时搞不太清楚 他也是医生 实际上病理科医师 算是比较算 临床上算是二线科 二线科的讲 他比较很少会直接接触 病人的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的角色 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以前都说了 一个医院 一间医院里面 他的诊断 治疗的能力 诊断的能力多强 就看你的病理科多强 病理医师 能力越强的话 他才有办法诊断 更复杂 更罕见的疾病 给他分辨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病理医师在医院里面算是 我们临床医师要对大家都很尊敬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算是医师的顾问 或医师的老师 所以都相对都要很尊敬的 怎么讲呢 一般上病理科医师他的业务 实际上都是在做检查 打报告 会发报告的 也就是说 他算是一个医院里面的裁判官 他所有的疾病 他就要发个报告 阴性阳性 他是什么病 他是法官一样 他就判定 这是什么病 算老大 他判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临床医师就是依据他的判断 去做事情 所以那个就非常重要 别说他的判断一定要准确 判断能力要强 我们前面才有办法做事 不然的话后面就很麻烦了 所以病理科他的业务 很广的 很广 从一般所谓的检验检查 抽血 抽血去化验 验各种电解质 或者是拿所有各种各样的检体 去做什么细菌的培养 病毒培养 做培养 这都是他们的业务 都是病理科的业务范围 当然有些是做切片检查的 切片后 看那个病理 就是看检体 他是有什么病变 良性恶性的问题 也是他们在看 甚至做抹骗 看细胞学 这都是他们的业务 基本上很多 他业务是还蛮多的 只是他 基本上不会 第一线接触到患者 不会接触到病人的 所以我们算是二线科 比方在后面一点点 可是在医院中 算是举足轻重的 这角色举足轻重 蛮重要的 他就是裁判 医院的裁判 然后 这是细胞 这是细胞抹片长的样子 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们这里 这我放眼看去 有这样一颗颗 这种黑色这种 这都是 这个就是个细胞 这是个细胞 然后颜色比较深的 这就是细胞核 当然我们 这个是这个切片 我们看起来 好像这有一坨 有一圈的细胞 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一圈围成一个细胞 这就是所谓的线体 这是我们显微镜下看的一个线体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组织 有个线体给它切下来 然后软色 然后就去看整个细胞的形态 这种 这种是算并以科里面叫组织学 他们看组织学的一个变化 他从中会分辨说 他这个细胞也没有正常 会不会癌化 会不会变成是癌细胞了 他们就负责要去判断 这就是他们的专业 就每个细胞 没有细胞会去看 这种他指出来 这种就是有细胞分裂的 这种就不太好了 这种他有分裂的 细胞分裂的 这种就是好的东西 所以眼睛视力要好 而且要很会看 所以看这种东西需要一定的经验的 我们临床医师要看 太难了 我们这里都是给 都是请并以科医师去看的 所以李峰医师 他是专门做这个的 他是看这个组织学的 看组织学的 类似这个 这个就是 这种就是 其实就癌细胞了 这种就是有线癌了 这种就线癌 癌细胞是长这样子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看起来很深软 深软 核非常的多 核非常多 非常密的 这种细胞很多的 其实这个就癌细胞了 癌细胞就长这样子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看组织学的时候呢 其实是比较好判断的 因为我们会看到一大群细胞 我们会看到每个细胞跟细胞之间的互动 看到他们的那个界线 界线也没有分明 就看到一大群细胞了 看这个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去判断 好 这个就明显的癌细胞了 这癌细胞 然后这是正常的上皮 是长这样的 这一坨 这一坨其实是癌细胞 然后它 它这里是有个底线 一个底线在这里的 它已经吃穿了 癌细胞跑到这里来的 表示说它已经要转移了 总之要转移了 它已经往里面跑进去了 所以组织学 就比较好判断 说这个检体里面 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好还是不好的意思 后来呢 因为李医师 他就看这个人 看了好几年了 看好几年后 有一天呢 他们的那个病理部的部长 的业部长 就找他说 啊 这个癌细啊 你要不要有一天 要不要我们去 派你去 就是负责所谓的 就细胞血检查 就不是看组织 这是看组织的 派他去看细胞 细胞 细胞学呢 又不一样了 细胞学呢 因为它是 这种都是算抹片 这种是抹片 它抹片 它就不是切片 盖那种是切片 它是 整个检体给你看得到 所以看到每个细胞之间的 这种 这种 结构 但这种呢 是零零散散的 是抹片 这种是抹片 所以每个细胞呢 都是独立的一颗 别人说你要去看 每个每个细胞 有没有正常 有没有正常 好像这样 这个细胞核 比较大的 这个细胞有问题 可能是坏的 它就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细胞 跟其他细胞之间的互动了 所以要看这种细胞学呢 功力要更好 更好 就讲以前那个组织学 要看得很熟 很厉害了 你才有办法 才中一大票 那个细胞里面 看到有不好的细胞出来 所以这种叫细胞学 所以这个 难度会更高 就等于要去判断 良性恶性的时候 挑战会更大的 所以后来 叶主人就派了 你去学这个吧 就跟那时候 在1970年代 那个时候 台湾还没有讲 非常的发达 所以当主人说 要接这个的话 他又特别有点紧张了 有点担心 行不行 他们看得了了 所以他就去进修 他前后 有先去香港 然后去过美国 专门去那边的那种 就实验室 去学习 去看看那些细胞 学了好一阵子 回来台大 在服务 那个年代 子宫颈抹片 等等 也还没有很风行 很风行 当时的子宫颈癌 死亡率还是很高 因为往往发现的时候 都比较晚期 一没有抹片的话 你就没办法早期发现 所以他当初算是最初 去起草 要去推出 要鼓励大家 去做子宫颈抹片的人之一 那时候 你当那个1980年代 哪有在抹片 而且抹片都 那时还不是免费的 还不是免费 还是要钱的 所以很不普及 所以因为这个癌 其实子宫颈癌 因为早期发现 治疗效果比较好 基本上 只要前面的 第一 第二期这种 只要手术切除等等 甚至做人电疗 效果都还算不错 但如果是到后期 怎样不能开刀的 大概治疗效果都不太好 所以 所以这个 他就学了这个回来以后 但有训练 训练了很多 其他的病理医师 还有就是 医检师 去开发 让大家 更有机会 做更多的抹片 当时他们讲说 一年 就希望一年 抹片的人数 可以到500万 200万以上 这样子 可以塞减越多越好 这样可以把很多 初期的子宫颈癌 都可以塞减出来 这样就才可以有机会 把这个子宫颈癌的 这个死亡率降低了 大家也努力了很久了 后来 是真的是有比较 有成效了 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子宫颈癌 已经慢慢凌次掉下来了 在10大死亡颈癌 已经排不到前五了 已经快离开前十了 当然 他又看到很多细胞以后 他得出一些结论 就是说 其实 我们身体 有60兆的细胞所构成的 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实际上 都很努力的活着 很努力呢 希望我们可以 好好地活着的 每个细胞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就是我们有什么 日常的生活 给它 没有善待我们自己的细胞 实际上 如果你在生病的时候 往往就是 已经是那个细胞 在跟你喊救命的了 哎呀 他就很辛苦了 因为每个细胞 他生活在我们身体的时候 他都需要什么 他需要养分 需要养气 需要这种能量 这种东西给他 他才可以好好的生存 好好的工作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 这种机能 但如果 我们如果动不动 这个又又是 这个是循环不好 比如说 你心情不好 这个在生气 等等的 我们身体的细胞 其实都会感受得到 我们生活压力大 都会感受得到 所以李一师有分享过几次 他有帮几个同事 朋友 看抹片 如果做这种子龙颈抹片 塞一点抹片 看一看 他看这种程度 也不是不只看到 二性细胞还是 还是良性细胞而已 有时候看看 这些细胞觉得说 这个细胞 这群细胞最近的免疫力不太好 可能细胞都会有点变化 不太一样 细胞可能在生气 细胞可能在 在就有情绪的时候 看得出来 他问他同事说 你最近都睡不好 你最近细胞看起来都很累 可以光从抹片的细胞 可以看到一个人 平时生活的怎么样 但有些患者 你最近很少运动 你的细胞看起来没有活力 养分不足 所以他问朋友 去搞他的运动 改善体质 睡觉休息以后 再去检查 细胞就看得比方有活力了 大家可以了解吗 就是说 其实很多生病 在病还没出现的时候 你身体的细胞 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它就长得不一样了 你人活得比较有活力 你每个细胞都比较有活力 你人很累 压力很大 你全身的细胞也是累的 有时就会 这样会看得出来 比如说要善待自己的细胞 而且他同时也发现 我们有十大死亡原因 很多其实都跟细胞缺氧有关 缺氧 尽管是癌细胞也是一样 癌细胞 其实它原本以前也是正常的细胞 有一天它会癌化 变成了癌细胞 当然很多都是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 生活因素 环境因素 说到底了 还不是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就是你工作习惯 那就是所谓的环境 还有心情 压力 这种东西 就是刺激源 如果你的生活 做习 饮食习惯等等 没有改变的话 那就无法改变 所谓的癌症体质 这是题外话 你会看到有些很多患者 常常突然间得某个癌症 那治疗治疗治疗一半后 哪里又冒出来又别个癌症 这一半又一个癌症 可以两三个的 这种就是 有种癌症体质在那边 其实我们都很有这个感觉 过去一句话 就说你们目前 目前的健康跟体态 取决于目前的生活习惯 你目前有怎样的生活习惯 就决定你现在的状况了 你怎么吃 你怎么运动 你怎么睡 就会决定你现在的样子 这是可以实际上反应过来的 然后缺氧 这样回答一下缺氧 就是我们这个蛋细胞 很多就是压力很大 血管可能收缩 就不只是容易缺氧 我们很多组织里面 就产生很多有害的物质 就没办法排出来 因为你循环不好吗 血循不好 氧气差 它就无法好好地排泄 你想像一个细胞在那边 整天泡在一大堆毒素 一个在无氧的环境 你对它这么差 它能够不癌化吗 能够不变坏东西吗 很难哦 很难哦 还有除了癌症以外 我们很多文明病都一样的 你想到的什么心脏病 中风 心肌梗塞 甚至什么肾衰竭 等等等等 很多都是各个器官循环不好 我们心脏血管循环不好 叫心肌梗塞 脑部循环不好就叫中风 肠子循环不好 就叫确取性肠炎 等等 甚至手脚循环不好 就是麻酸 周边动脉酸塞 等等这个问题 我们叫POD 这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这种文明病 都是跟缺氧有关 所以要改善这缺氧 当然这是血循 血循环要好 才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氧气 但运动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但是饮食 饮食习惯 顺便习惯 运动习惯 这三大 就是构成整个 生活习惯的主轴 影响健康的主轴 OK 公秀 下一个吧 所以谈到运动 就很多种 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爬山 当然 上次有提过 其实 其实他体力一直都不太好 平时运动就是走路而已 了不起 你觉得只有稍微去慢跑 慢跑一下下 也跑不了太久 当然爬山 所以当时是被他先生硬拉着去爬的 每个星期至少爬一次山 走一走 让他可以运动一下 慢慢的 他就越爬 越觉得还不错 越爬越有体力 越来越好 所以就越来越迷上了 再迷上了 可是 他毕竟有生过病 所以他有蛮多的不舒服 比跟正常人来比 因为他过去就是有淋巴流 有电疗过 而且这有长过带状炮枕 上次有提过 带状炮枕 所以皮肤好以后 都会比较痛 会有神经痛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常常出去外面 如果晒太阳 一晒的话 全身就会皮肤会发痒 尤其他之前有电疗过 那种脖子肩膀 这里会特别的痒 痒就很不舒服 所以就 他就有点抗拒了 他去爬山 要很晒 晒太阳就很不舒服 然后下雨天 又不敢去 下雨天 万一淋到雨 就很容易感冒 他觉得自己体质比较弱 别人感冒 上午一天可能就好了 他感冒后 可能整个月都好不了 所以他就很怕会淋雨 着凉会感冒 所以只要下雨 他就不敢了 不敢爬山 还有最后一个是吹风 因为他在脖子这里 只有电疗后 会很敏感 如果一吹到风 整个会很酸痛 会很酸痛 皮肤很敏感 所以平时就 不敢让他吹到风 都要遮住他 这样子 所以 你要爬山 你要 你不晒太阳 不淋雨 又不吹风 你怎么爬 不可怜 所以后来他就有尝试 慢慢去克服他 好像是日晒好了 既然他很怕晒 他就怎样子 早点出门 他就选择早上三四点 就去爬山了 等到太阳要出来 他早就要下山了 就避开 最热的时候 后来他有发现说 其实如果他皮肤上 太阳会发痒 主要就是会流汗 因为他平时 就是很少在排汗 排汗 所以一排汗 是对人体 我们就很好的排泄 接着用管道 排汗过程中 很多那种废物 会从毛孔排出来 甚至毛孔也比较会通畅一点点 所以后来发现说 其实他多流汗以后 其实就比较不太痒了 只剩下 就是他以前做电流 那个区域的那种汗线都已经坏掉了 所以没办法再流汗 所以那个地方还是会痒 还是会痒 所以实际上就是多运动多流汗 有时候痒就不见了 其实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但不知道有什么冬天 天气冷 毛孔比较缩起来 如果冒然去运动的话 正要流汗的时候 那时是很痒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 好像 我过去好像又有这种经验 真的是在很冷的时候 快流汗之前 那刹那真的有点痒痒的 好奇怪话了 然后下雨 下雨怎么办呢 他真的下雨就入滑嘛 一怕感冒 灵也真的不敢去爬了 所以就换个方式 他就撑个伞 撑个伞 去外面去走路 去散步走路 至少 至少多走几圈 也是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运动了 然后吹风怎么办呢 他就 他就 戴个帽子 就是有些披肩的 就是比较长一点 可以cover或盖住那个脖子 而且还围个围巾 这样子避免那个脖子 这里吹到风 就像之前那种伤口 地方就稍微遮住了 甚至有时候用穿的雨衣也可以 用雨衣来这种避风 总之他就会想各种方法 各种方法去 减少这种爬山的这种不舒服 后来呢 他有加入一些登山的社团 他们一些登山的社团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爬 当时是有个叫 他们叫杨将军 杨将军的这种 队长 带着他 因为杨将军年纪也大了 据说已经95岁了 95岁还在爬山 杨森 杨森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是杨森 杨森将军 他已经往生了 然后他90几岁了 还跟着他一起去爬山 但是他比较年纪大的团 所以不会太激动 不会太激烈 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先在那边好好休息 煮点东西吃一吃 甚至我睡一下 再慢慢再走回下来 所以在行程上 就不要没有这么赶 这种团也不错 也不错 休闲 可以休闲的爬 慢慢的 他就体力会越来越好 越爬越多 爬各种不一样的礁山 甚至是到小百岳 甚至百岳都可能 所以就慢慢的越爬越多 当然到后面 他甚至有不小心跟那个团 去做中走的 中走 中走就是 大家有爬山经验吗 我不知道 有些就是 爬山就一上去下来而已 中走就是走临线 有时在没有下来的 下一步在哪里去了 那种就很有体力 结果他有一次跟着那个团 从台北出发 哇 好辛苦 爬上爬下 爬下 到下来的时候 发现人已经到了宜兰了 已经跑了几十公里了 跑了25公里 这个好挑战 但慢慢他又有习惯了 又挑战其他的 据说他有从桃园 桃园什么巴林 爬爬爬到什么复兴那边再回来 他整超过三十几公里的 他后来想说 既然 你看我们从 从什么都怕 怕太阳 怕吹风 怕下雨 到后来 慢慢爬礁山 中走 到后来爬几十公里 走几公里 都还可以了 我们下一次 我要挑战什么东西呢 后来他有个同事 就给他出个 收主意 你去爬玉山好了啦 爬玉山好了 结果他说 不错哦 就爬玉山吧 不是他了 不是他了 然后那个 玉山哦 好啊 但是玉山的挑战可不小呢 他说他在决定要去爬玉山的时候 那是在1983年 1983年决定要去爬玉山 但是爬玉山要先做准备 你体力要好啊 你要先练得起来才可以啊 不是随便说爬就爬的 他就展论说 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先练一点练体力 练起来 看有钱可以去爬玉山的 这样子 好 就怎么练呢 但第一个 他就是 他有个同事 附健科的医师 叫什么黄莉莉的 然后 他有个分享一个经验 因为那个同事 附健科那个医师 他曾经有得过乳癌 得过乳癌后 他就至少后一段时间 他会一直会背痛 会背痛 反正怀疑是转移啊 什么什么的 不知道啦 但是他就 本来医师有建议他去做电疗啊 什么的 结果他不要 结果他就去学习去跳舞 这是做有氧的舞蹈 做有氧舞蹈 结果他这个黄医师 他就做一阵子有氧舞蹈 后呢 背痛慢慢就好了 慢慢好了 他就把这个经验 告诉那个李峰医师 说你给我试看看哦 你这要练体力嘛 你可不可以尝试 多点有氧舞蹈啊 哦 好不错 他就 他就一团 就一起去 就一起去练跳舞了 那他平时呢 也会练习慢跑 因为以往呢 在没有想要爬玉山之前 他慢跑呢 就是很灵心的了 想到跑 累就算了 不是很努力 后来因为要练体能嘛 要准备要冲玉山了 所以他每天都跑 每天没有跑很长 他就每天跑半小时 一天就跑个四五公里 这样子 就 就 就 短时间短时间 然后就很规热去练 练心肺功能 你主要是担心 预算很高嘛 三千多公尺的 上去 氧气很稀薄 容易有高山症 容易喘 如果心肺功能不好的话 战不掉 所以就先把心肺功能先练起来 所以就从慢跑慢慢开始 当然其他的游泳啊 瑜伽啊 静坐啊 什么 大行都来了 什么都 都有去涉猎 都有去做 然后就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来做准备 然后可是呢 还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他每次去爬山 都拉着他的老公一起去嘛 因为他在脖子这里 就做过电疗 又手术过后 都很很很敏感 所以往往去爬山说 要背背包嘛 那背包怎么办呢 那是给老公背嘛 对不对 所以都是他老公帮他背背包的啦 这样如果这次要去爬玉山呢 就是他老公一定要去才行 问题就来了 他先生呢 一过去你看 被抓去那个算是文字域还是什么域 不知道啦 就是 而且本身呢 他先生从小呢 就比较胆小一点 他据他所说的 比较胆小一点点 稍微有点危险的事情 他都不敢冒险去做的啦 有这爬山 看到比较陡峭的 路比较窄的 然后坡比较大的 他都打回头的 不敢去贸然尝试啦 就是怕死的啦 怕死的 如果那个爬玉山呢 想都不敢想 虽然每次跟他先生提起 民事暗示跟他说 要不要尝试爬玉山什么的 他老公都不要 太恐怖啊 太难了啦 不可能的啦 那他老公理由是什么 他说你爬山运动 就是为了健康嘛 为了健康 你爬一般的山 跟爬高山还不是一样 你爬安全这种小山 也会健康啊 干嘛一定要去爬 这种这么高的山呢 对不对 反正如果爬这么高山 突然出什么意外呢 很恐怖啊 所以他 就是打死不肯去的意思 打死不肯去 所以如果他现在不肯去 不肯去面包背背包 他大概也去不了 大概也去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结果他就私底下谋划了 谋划了一场鸿门宴 怎么谋划呢 他其实上 他已经约好了 在10月22号的时候 要出发爬玉山 去爬玉山 他之前已经找了一大堆 那个山友了 有好几个同事 有个叫什么简伏玉的 那个同事 这个同事呢 他已经有六次攻顶的经验 可以当他的领队 他有爬过好几次玉山了 你要去 他就会带他在主团去 这样子 有找好几个比较有经验的 这个山友了 一起组好团的 组好团的 然后就在出发前 出发前的大概四天 在10月18号的时候 就办了一场聚会 聚会聚餐 他就拉着老公去 我们参加这个聚会吧 什么这样子的 见面告诉他 这个聚会是干嘛的 然后去那边 其实就是他们 等于是那个聚会呢 是他们登山的行前说明会 这样子的 行前说明会 所以就吃饭吃饭 然后那个领队 那个简医师就出来了 说 他把那行程 摊在桌面上 说 我们20号时候 就是爬三天 第一天 只要坐车 不用爬 第二天 我们只要走8公里 然后第三天呢 要走14公里 行程就这样而已 然后他说 我们第二天 虽然只有8公里 可是里面有81个战道 81条战道 叫上去排云山庄 排云山庄 要走81条战道 后来他先生听到 什么 81条战道 他一条战道都不敢过 他听到战道 他就很怕 他想象到战道 下面都是万丈深渊 这种木头 这种摇摇晃晃的 会不会随随掉下去 这样子的 想象到很恐怖 很恐怖 他一直问 这个会不会怎样 会不会服的 就很紧张 但是呢 就是木已成舟 他问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要出发 这样子的 然后再回头问他先生 这样可以吧 可以吧 大家都是要出发 就行钱说明会了 他先生也不好意思说 不要不要去 这样子 他就硬着头皮 你太老婆 太老婆 李峰要去嘛 他就ok了 我就陪他去嘛 就陪他去了 你没其难的 就答应了 答应怀后呢 那几个晚上 他先生都没办法睡觉 怕到没办法睡觉 所以就 喜欢的鸿门宴 就是拐他 拐他去爬玉山 因为要帮他背包 然后 战道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战道 其实有时看起来很恐怖 不懂走过去会不会很恐怖 在场大家有爬过玉山的吗 有啊 应该有经验 应该来分享一下 那天 18号是这样子 只有20号 他们就出发了 出发了 他们就先到一个叫永兴商店 那边去过一碗 然后大家就会准备一下背包 一上去那种吃喝东西 都要自己 全部自己带上去的 所以就有准备 但是每个背包很大 很大 塞一大堆食物 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很重 很重 所以他另外就有在雇 有雇一个当地的山友 有个叫小屎的 帮忙背背包 就出钱 钱家背背包一起上去 当然他在去到永兴商店的时候 他先生遇到一个 他晚上人不多 晚上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也住在那边 他先生问他说 你也是在爬山吗 不是不是 我刚要下山 因为他七十几岁 他是准备要下山要走的 然后他就听说 这个玉峰 这个玉山会不会很难爬 会不会很难爬 你要出门 已经到永兴商店了 他就这样问 然后阿伯就告诉他说 不会啦 很简单啦 很好爬啦 刚刚我看到 那女生穿高跟鞋也上去了 有个孕妇 孕妇也上去了 刚才看到有个三岁小孩也在那边 然后那个先生问他说 三岁小孩 三岁小孩是人家 那个他是父母抱他上去了 抱他上去了 这样也行 他听起来就安心多 好 好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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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不然 一下子就吓到他了 然后说 听说有八十一个栈道 那栈道会很难走 那怎样 不会啦 那栈道 这个 那个很浅而已 不是很深那种栈道 不是很深 不是一掉下去 掉到万丈神源 不是 那个就半公尺而已 半尺而已 就是一个脚 就要摔下去 也摔不死人的 这样说 安心多了 安心多了 所以结果他就 就隔天就开始出发 出发 要去那个排云山庄 就八十一条 听说都有编号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这编号编过去的 他过去看 第一条栈道 要掉的栈道 看 原来就几块板 然后踩过去 就这样而已 这个就算栈道 他平时就想 他就 他先生觉得 心头大肆放下来了 原来这是所谓的栈道 原来是小额科 还好 当然 有些过了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三条 原来栈道就长这个样子而已 就觉得 不要放松了 但到后面 有些比较难的 听说什么37号 81号 那几个栈道 是比较 比较有挑战性的 要服的 比较斜一点点 听说是这样子的 但又有前面几个栈道的这个热身 所以就就比较心里有底 所以他就比较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当然呢 后面有几个 他们到达是所谓的排云山庄 排云山庄 这是到最后面 最后面三道结束 才到达排云山庄 但路程中呢 他有路过一段 叫做这个梦路断崖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 梦路断崖呢 这一段是看起来 比较惊险的 曾经有个叫梦路的人 在这里掉下去摔死过 所以这段路是比较 比较看起来听起来比较危险的 他上网去查查这种东西 他先生也在怕 哇 到梦路断崖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会不会过不去 然后会掉下去 因为很怕 然后他走走走 其实 其实 他已经走在梦路断崖上了 那个领队都不告诉他 这是哪里 不知道这是哪里 到后走到一个地方 他看到 怎么有一个地方 写着梦路亭 有一个亭 写着梦路亭 排队 这个也是要到梦路断崖了 他什么样子的 后来领队告诉他 不用怕 已经在后面 已经走完了 已经过了 才吓到他 但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大峭壁 大峭壁 大峭壁 会不会很惊险 什么的地方 后来经过出来 原来也是指老虎而已 听起来好像很危险 所以他只是个大石头 下面也是平路 平地而已 就平地上面 平地旁边这样走而已 所以就终于放下心来了 但实际上 领队一直没有告诉他 其实这段 倒不是最恐怖的 最难的地方 是后面有个叫碎石坡的 最危险 摔死很多人的地方 所以他就 有惊无险 这样过这个大峭壁 但最后天隔一天 他是先到排云山庄 先过一晚 过一晚隔一天要攻顶 跟攻顶 七爪八爪的出门 就是会 最后段都会经过 这个所谓的碎石路 碎石坡 然后去到所谓的风口 叫到风口 他有去查 那个风口的风 会不会很大 会不会 上去被风吹走 吹下去 这个碎石 会不会很斜 会滚下来 摔死 什么什么的 但当时 他就会是 但每个人 七爪八爪 七爪八爪 四五点就已经出发了 四五点就出发 开始去爬 他阴着头皮 这样 一个人呆在那边吗 他在那边等吗 也不好意思 大家都走了 你不走 他就跟着一起 阴着头皮跟着上去 而且听说 旁边都不敢看 只看他的脚 只看他的脚 看地上而已 一步一步 只看他旁边不敢看 但最后还真的是 成功攻顶 也上去 上去拍拍照 然后就下来了 他下来 那天就直接 就直接下到下面了 下到那个塔塔家 就到塔塔家安部那边去 这个过程 对他也 有点破茧重生的感觉 所以这个茧 就是恐惧 实际上在很多事情 看起来很恐怖 玉山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爬了就好像很伟大 但爬了以后 就觉得说 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还是破茧重生的感觉 很多恐惧都是你想象出来的而已 还没有做之前 我们 我刚才想说了 所有的恐怖恐惧 都是你对他 一知半解 一知半解 当你已经完全经历了 过了 其实恐惧也就消失了 但你会一直怕他怕 因为你是听说到一些些 道听途说 你对他好像知道一点点东西 你又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那是你最怕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对他是一无所知 也不会有什么恐惧的 所以恐惧是出自于一知半解 他这个过程就觉得 有一种破茧重生的那种感觉 觉得很舒服 所以就觉得 遇散嘛 也不过如此的 先十点多 是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下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谢谢 谢谢 好